Oh no 你不敢看了 不敢看了 什么 说了条光天花日之下 你竟然过来打小便 你也太没道德了 我才没有 你少在那里诬陷我 那你说 有什么拉便便 这里是空岛圣存 玩家需要打白鱼百只 小猪配星才能回家 而我们用便便 给植物施肥 就来随机获得道具 行 我才不需要呢 我就是一百头猪买 明天的晚餐 就吃猪头肉了 打他 打他 妈呀 这猪也太强了吧 不许出发机转世吧 也不是没有那种可能啊 那我们要怎么样 才能回家呀 对了 玉米不是能对方武器吗 你不是说不需要吗 我是不需要啊 不过你可以啊 来 这些种子都给你吃 不是吧 这么多种子 吃完不得把人拉没啊 不行 我得想个办法 要是这些玉米 我拿便便就好了 玉米 有了 我想到不用自己了 也能获得便便的办法了 什么办法 我们得先收集一些玉米种子 然后在背包里提取一个羊駝 把玉米喂个羊駝 他就能帮我们拉便便了 还不是有提醒的哈 对对对 有了这些玉米 我们就能兑换物资啊 像我这样的恶荒 肯定能一下 打发小猪佩奇 得生气 啊 怎么是便便啊 哈哈 说不定 你这不是普通的便便 你这是万为师弟的便便 抽到条 你再内喊我 我就不信 我还看不着好东西 西木果汁 可恶 怎么都是一群垃圾啊 完了 玉米要被我用完了 这下要被困在空道上 孤独中老了 不用 傻了 快把你刚刚得到的 西木果汁给我 你要接着干吗 我可以用剩下的玉米 和德莱的西木树枝 制作一个窝 然后在背包里 提起一个嘟嘟鸟 嘟嘟鸟待在窝上 每过一段时间 就会掉落玉米种子 哇塞 我来试试看 去你呀的 流了流了流了 哎 它怎么走了呀 快回来 你不待在窝里 怎么掉落玉米种子啊 我们可以用方块垫高 然后把鸡放在方块上 鸡就不会动了 这是什么原理 因为鸡恐高 这也行 讲知识 便便已经收集得差不多了 是时候 兑换打败小树佩奇的神器了 可恶 为什么还是没有神器 谁说的 这不是开出了一个 桥子变成器和钻头吗 就这 能打败小树佩奇吗 我们可以先利用钻头 在方块下挖个洞 然后再伪装成桥子的样子 把小树佩奇添到坑里 叫小树佩奇掉落虚空 必是无疑 好 伪装成佩奇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那你呢 把你挖坑啊 为什么不是你伪装成佩奇 我挖矿呢 教你伪装就伪装 话怎么这么多 小心我扣你私房钱 别 我装 我装还不行吗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呢 小树佩奇 我是乔治 快来找我呀 像这种要求 我这辈子没见过 小树佩奇 船都掉了虚空了 我们可以回家了 哇塞 我也太厉害了 轻松就想变了 100只野猪佩奇 小伙伴们 你们想加入美食村吗 想的话 就来迷你互动剧 玩家入美食村 万一就实现了呢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